哈喽大家好,我是金磷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职场的最后一集了 也就是第五集 那么我们的主题就是 如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怎么办 当每个人遇到他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 熟悉会心想什么 这个工作适不适合我 是不是我要转好 是不是我要去重新学一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么你会不喜欢你现在做的工作 是不是经常一直在教你做一些比较爽碎的工作 还是做一些不适合你的工作 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网友 你去讨一份工 然后你的上司一直叫你去做华卜林的东西 比如说呢,今天我是一个导师 可是呢,我的老板一直叫我去做干衣服 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我是一个导师 我不应该是坐在电脑前面 讨论的为什么我要去干衣服的东西 是不是觉得自己大财小用 但是呢,话说回来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从小小样的东西开始做起的 就好像刚才我拿我的例子来讲 就每天你做这些很琐碎的工作 你就会觉得你体现不到你这个人的价值 你知道吗 所以呢,其实这样子的想法是错的 你知道吗 是错的 因为不是这个专业啦 决定你这个人有没有发展 是你这个人的态度 决定你在这个行业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呢,当你对你自己手上的东西没有兴趣的时候 其实不是换一份工 或者是换专业的问题你知道吗 而是你要提高自己的兴趣 对于工作的兴趣 要么呢,你就在你的工作上面找到乐趣 不然呢,你就勇敢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 然后勇敢改变 如果你一直在这个来回过程当中 就是要不要换日工 要不要去做喜欢的事情 还是要继续坚持 在这个过程呢,如果你一直在犹豫的话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因为你可以做的东西是更多的 所以呢,我说到这边大家get了嘛 那么我们的这个职场的第一季就该登录咯 谢谢大家一日以来的支持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记得点赞,comment还有share出去咯 再见啦,我们下一季见